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18年刚刚上映的导国丧尸片 摄像机不能停 这部剧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明明打着丧尸的旗号,却拍出来一个大杂烩 这部电影所宣传的就是一镜到底 一个镜头拍摄长达37分钟 如果了解过摄影的人应该清楚 难度之大,难以想象 需要各个部门的极高配合才能完成 不仅仅是对导演的公敌考验 更是对演员、摄像、道具各方面的最佳表现 废话不多说,先看一下剧情 电影一开始展现的就是剧中剧 小芳被自己的丧尸男友逼到了角落 他惊恐地喊着对方的名字 试图唤醒男友仅存的人形 然而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男友缓缓地靠近他之后 摇了他的脖子 紧随着一声咔,镜头转向了愤怒的导演 导演大声对着小芳咆哮 怒骂他糟糕到家的演技 一个镜头竟然拍了42次都没有通过 旁边的男主好心上去劝阻 结果遭到了导演的一个大嘴巴子 暂且称呼男主为大猫 挨揍之后的大猫一脸蒙逼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导演也没有放过大猫的糟糕演技 愤怒的火焰喷香了整个剧组 旁边的化妆事件已休息平和 让大家都冷静一下 并安慰到小芳 导演只是着急了而已 让他不必放在心上 就在他们坐着闲聊的时候 唱悟大哥拿着一大桶雪浆往楼顶走去 说是导演要让他撒在房子的周围 话说他们的这个拍摄基地 是导演找了两百多个废墟才找到的 从化妆师口中得知 相传这个废墟发生过一些奇怪的事情 之前这里是一个生化实验室 在后来出现了事故才导致了废弃 至于发生了什么 还没等他说完 门外忽然传来了咚的一声巨响 三个人吓得不寒而令 紧张地望着门外的动静 就这样 三个人突然没有了话题 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无比 旁边的大猫见死清醒 主动询问化妆师的兴趣爱好 然后化妆师竟然给他们俩表演了防身术 一时间化解了尴尬的局面 可是在厂房外面 正在溜达的厂物小哥被丧尸洗衣 他本以为大叔是自己偷化了丧尸妆 那成想 大叔一口白色液体喷在了他的脸上 然后被咬之后 死在了大毛的怀里 他们也以为这是一场恶作剧 直到大叔冲了进来 他们才发现原来都是真的 在他们和大叔扭打在一起的时候 旁边的录音哥很安静地在一旁看戏 好像这个世界和他没有关系一样 众人好不容易将丧尸赶了出去之后 导演拿着摄像机冲了进来 兴奋地说这就是他想要的真实效果 现在的演员情绪是最真实的 可就在此时 冷静的录音哥却坐不住了 他一句话不说 就是要硬着头皮开门出去 一旁的大毛告诉他 外面有怪物 导演也尽力去阻拦 还是没有挡住他跑向门外 随后便听到外面的一声惨叫声 导演紧随其后追着出去 并指着屏幕大声说 摄像机不要停 屋内剩下的三个人一脸懵逼 完全被现在的状况搞得不明所以 突然间 他们三个人开始互相询问 对方是否受伤 确定大家没有受伤之后 于是长出了一口气 但是他们现在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化妆师建议开车逃跑 可是导演推着录音哥堵在门外 喊了一声开拍之后 把录音哥扔了出去 一片混乱声中 化妆师拿着一把斧子 砍向了录音哥 喷出的血浆溅在了摄像机上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拍摄 紧接着他们跑到了道具车上 却发现车上没有钥匙 他们猜测钥匙可能在厂屋身上 而厂屋小哥也是随叫随到 趴在了车窗上沙哑地怒吼 就在这种危急时刻 导演还拿着摄像机兴奋地拍着 生怕错过每一个精彩的画面 小方抢过厂屋的背包 一路狂奔 又是经过一番殊死搏斗 三个人终于来到一个厂房休息片刻 此时 化妆师发现小方腿上有伤 不知道是丧尸咬的还是树枝瓜的 化妆师抱着宁可搓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的心态 举起斧子就要砍了小方 前来阻拦的大猫也被一把推开 导演也被一脚踢开 之后 他像开挂一般 一路狂踢了一堆丧尸 一路追着小方来到了楼顶 就在小方无路可逃时 大猫出现在他的身后 和化妆师扭打在一起 而小方则在一旁加油呐喊 最终 化妆师被大猫干翻在地 大猫试图拥抱安慰小方 不过小方由于惊吓过度 转身跑向了一个角落躲了起来 恰巧一只丧尸向他走来 小方之后再次逃亡 幸运的是 他捡到一把斧子 冷静过后 他跑向楼顶找大猫 结果发现 大猫已经成为了丧尸 和之前拍电影的效果一模一样 在小方喊出大猫名字后 大猫停止了行动 不过没过几秒 大猫再次动了起来 就这样 小方喊了大猫三次名字 他也停了三次 最终 小方脸色一变 大喊一声我爱你之后 一斧子砍向了大猫 然后 拿着斧子狂追导演 导演就这样也领了盒饭 最后 小方走到一个图案的中心 散发出诡异的微笑 电影也到此结束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就这样才怪 本片远远不止这么短 前半部分只是37分钟的一镜到底 后面还有一个小时的片长 拍摄电影的制作过程 才是主题 故事要送导演说起 导演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 平常就拍个宣传片和小广告啥的 大制作反正是和他扯不上关系 就有这么一天 他的狗屎院到来 一位许久未见的朋友找到他 希望他负责录制一期电视节目 大概思路就是 现场直播37分钟 题材是丧尸 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一进到底 听到要求的大猫说 这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 耐不住电视台的忽悠 最终 接下了这个超高难度的制作 于是他召集了一群打加油的人 他们分别是喜欢喝酒的丧尸大叔 喝生水就会泡沫的录音歌 唯一熟得上专业的 可能就是大猫和小邦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他们眼瞅着就要开机直播 就在开机前两个小时 实验导演和化妆师的演员出意外 没有可能前来拍戏 没辙的导演只能亲自上阵 顺带还带上了他的媳妇 好在的是 他的媳妇在家看了一百多遍剧本 人员终于算是凑齐 接下来就正式开拍吧 可是刚刚开始 导演首当其中开始开稿 把这些天小方和大王的傲慢 在摄像机的镜头下喷了个面 爱喝酒的大叔也不让人省心 他偷偷地把拍摄完庆祝的酒给喝光 晃晃悠悠地倒在了场地 可是还剩下一分钟就该大叔上场 导演强行搀扶着大叔来到门前 一个不小心 头撞在了门上 就是那一声咚的一声 吓回来里面的人 摄制组赶忙要求演员临场发挥 于是就有了他们的兴趣尬聊 之后 大叔要袭击场务小哥 也是被导演搀扶着进行 大叔喷的白色液体 是真的呕吐物 场务小哥也是一脸无奈 遇上个这么二的剧组 他也是最对的 后来的录音小哥更是奇葩 在开机之前 他误喝了场务小哥的生水 导致他在拍摄期间拉肚子 于是就有了那么一段无厘头的片段 录音哥要出去方便 导演拉着他而不让 不过人有三集 他也是拦不住的 于是陪着录音哥来到了门口方便 为了节省时间 导演让女化妆师马上化妆 鉴于导演的深情厚爱 录音哥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此时 后台的人员打听导演媳妇的情况 她的女儿告诉大家 化妆师在之前也是演员出身 本来演技也是可以的 可是她过于透露 经常临场发挥 不按剧本拍摄 话刚刚说完 化妆师就要拿着斧子砍了小方 尽管大家都尽力阻拦 可是都是无济于事 最后的结尾镜头时 大猫不小心摔坏了腰臂 情况紧急之下 导演建议大人提议 用尽一切办法 都要让影片完成 最终 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 影片也算是大获成功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影片中间 那么多莫名所以的对话和镜头 本片的剧本选题非常新颖 又是正片 又是幕后 是一个非常大胆新颖的结合 里面恐怖元素 搞笑元素 温情元素 哪样也不少 通过幕后的视频 让观众知道导演和演员的付出和努力 虽然他们都不是专业的人员 但是 他们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 如果中途停止拍摄 那么 一定是一个失败的结果 只要坚持拍完 成功与否 已经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都拼尽了自己的权利 这部影片的影评和评分 都是非常高的 连经常打低分的豆瓣 都给出了8.5的高分 评价人数过完 四星以上高达85% 是一部非常搞笑 无厘头的电影 建议有时间的可以看下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是老条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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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